假设,其实关键的地方就是先利用它去每换下一个,就是加上它,就是1加上3的倍数,这是加1倍,加2倍,加3,每一只类推,那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横向的字数,那往下的话呢,需要加上24的倍数,所以其实这有点像一个简单的数学原理,就是说你要抓第几个字,它也没有一个关联性,好像它固定都三个字,所以向右的话, 就是取它加的倍数,OK,那接下来的话,如果说我今天希望,我比如说现在是8栏,1到8,可是我后面这4栏不要,我希望把它变8栏变4栏,OK,类似像这样,那怎么做,其实道理很简单,甚至就是这个公式基本上不太需要改,本来这边是24嘛,其实好像公式里, 里面哦,只要改一个地方就可以,把那个总字数,其实总字数的话呢,本来是24个字嘛,有没有,因为8栏嘛,然后一栏有8个字,所以24,那现在变成是4栏,所以12个字,所以呢,把,其实只要改一个地方,把那个24改成12就可以了,按确定就可以了, 然后向右拉,再向下点两下,其实哦,这个结果就OK,当然你要确定一下,Ctrl向下,移到最下面看看,对应该没有,其实它没有,底下其实会有多的列,没关系,因为主要,它的总字数哦,没有这么多列,所以底下空的,没关系,反正最后,它有把所有的资料切出来, 那就成功了,所以特别是哦,改成4栏哦,关键的地方哦,只需要改这个地方,本来24,改成12,其他都OK,其实在云端白板上面我有截图啦,所以你们就看一下,OK,然后再来的话呢,改成1栏,1栏的话其实也更简单,其实公式根本不用改, 其实只要把这边改成3就可以了,有没有,因为它三个字嘛,三个字,每下一个都加三个字就可以了,所以其实如果你过来之后的话,要把它改成同一栏的话,实际上就是后面这个乘上3就可以了,不过啦,前面的公式其实也太冗长,我发现哦,其实只要加1就可以了,上面这个加上1啊,所以我只向B1,或者甚至这个地方你改成1也可以啦, 1,有没有,加上那个,其实加上3的倍数而已啦,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先从1,然后这个是4,7,有没有,10,就是一直加啦,3的倍数,所以呢,你如果假设放在同一栏哦,那公式好像比较简单,OK,所以第一栏,然后4栏跟8栏,OK,打个勾,那其实向下填满应该就OK,不过你向下填满会有个问题, 就是说哦,我再先,再再把他重来演,刚刚那个哦,假设复制一个,这边改成1栏好了 但如果你想说,老师那我可不可以改成别的栏数,比如改多一点10栏可不可以,可以啦,你自己再试,其实远里远的都一样哦,然后改的部分哦,其实第一个,先把这些删掉 然后这个的话,公式哦,其实最简单改就是改这个,改成3就可以了,打个勾看看,然后向下填满,好像OK呢,然后Ctrl向下,看一下,不过因为哦,如果改成一栏的话,底下他的那个编号不够用,所以呢,你变成,你要自己再去产生下面的编号,产生最佳吗?就是选这两个,再让他往下拉, 然后,大概多少够啦,你反正就多加一些些,大概加个五六百吧,应该没那么多,400,我不确定哦,OK,然后呢,你加完之后呢,Ctrl向上,他就移到这个位置,那你就快点两下,他就会继续往下,然后呢,再Ctrl向下,Ctrl向下有点多哦,然后往上看一下,那你可以看到呢, 其实大概差不多400,三百多,三百多,三百七七,哦,那就得到最后,反正就是把它放在一起就对啦哦,然后,基本上我大概改,也很简单,基本上哦,就是这个公式里面呢,改成一栏的话哦,其实主要是这个地方乘上3,然后我是觉得前面这个公式是不用那么复杂的,因为前面都是一栏, 所以实际上哦,所以实际上哦,甚至你这个公式哦,前面,这个原来,因为我,我们之前因为有多栏,所以会向右,那这个地方,其实你甚至可以把它改成一栏啊,一栏加上后面这个,这个就可以了,更简单,你也不用考虑到向右拉的问题哦,好,那把它打个勾,向下填满,也OK,所以公式其实反而更简单哦,所以用一栏的话,哎,好像就是, 就是一栏加上那个什么呢,那个栏要不要乘上三的几倍的这个概念OK,就完成了哦,所以,请各位试试看好了哦,就是分别把刚刚的,哎,这个八栏,四栏,一栏哦,分别把它试着多多看,那再来的话哦,请各位哦,也延伸上个礼拜好像有提到,就是说那个Column跟Rowe,你说, 老师,那如果说,老师那如果说,我不用A1,或者是,我不用这个,坐标,上面这个,也就是说我今天,假设我,我们先用一栏,一栏比较简单耶,一栏这个复制一下,那拖拉加Ctrl键就对了,然后改成用什么呢,用那个Column, 然后,另外一个是Rowe,另外一个是Rowe,这两个函秀我应该还记得吧,上礼拜有用到哦,如果说我今天呢,我不要用刚刚这个公式,我希望呢,取得这个位置哦,我换成用Column跟Rowe的话,哎,这地方该怎么做,啊,当然其实哦,你如果把它,这个,这个哦,就是, 就是,假,如果要改的话,呃,请你把前面编号也不用,因为如果你用Rowe函数的话,其实Rowe本身就是列了,也就是说如果你用Rowe的话,哦,它本身呢,就会具备有这个列,地几列的讯息,那Column的话是地几栏,所以甚至这个也不用, 也就是刚刚哦,那它的公式,我们如果要换的话,那基本上,必须要把这边的公式把它做个修改,那怎么改哦,请各位先试试看吧,八栏先改成四栏跟一栏,然后呢,我们待会也许先从一栏开始,一栏比较简单嘛,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哦